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的人权报告中 首次提到中共活摘器官一事 对此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 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罗拉巴克作出回应 他认为美国国务院早就该把这一问题 纳入人权报告 并且需要据此改变对中共的外交政策 日前美国国务院在201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中 首次明确谈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 就此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调查与监督小组主席 罗拉巴克议员书面答复了本台记者的提问 他对报告内容表示肯定的同时 也谈到国务院在数年前就应该把活摘器官的内容 记录并写入人权报告中 活摘器官是野蛮残酷魔鬼般的行为 我们知道中共在这样做已有多年了 我希望国务院不再只是提出中国践踏人权的问题 而要把他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联系起来 如贸易问题 罗拉巴克议员也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国务院 不够重视此事 他们只想在美中关系中继续维持稳定 他还说基于活摘器官和其他很多问题 美国需要改变对中共的外交政策 他认为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做法 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罗拉巴克议员曾于2006年10月在美国国会主持第一个 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会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